在尼泊尔有这么一名穿戴一袭红袍 满面安详的女姑穷英卓马 她的名字家喻户晓甚至闻名世界 不只是因为她是一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 因为她赚钱设立学校帮助肾病病人 或是因为她成立学校为妇女提供教育而已 更多是因为她那足以洗涤人心的天籁之音 穷英卓马1971年出生于尼泊尔的藏人家族 13岁出家修行 从小爱唱歌的她已经发行过12张专辑 从小爱唱歌的她已经发行过12张专辑 在许多国家开过演唱会 穷英开创出涌唱藏传泛乐的独特风格 尾腔拖得长长的直到消失为止 45岁的穷英卓马会像普通人一样 看电影踢足球 她拥有属于自己的豪华车子 住在加德满都的高尚住宅区 寻回演出赚取的经费 大多数都投入尼泊尔的慈善事业 她说她喜欢做尼姑不应该做的事 尽管如此 难免还是会招致佛门保守派的批评 穷英卓马从小在父亲的虐打下长大 让她13岁那年毅然出家修行 她说她不是受过正规声乐训练的音乐人 但是她带给世界的声音 是源自前程修行 曲调干净动听 不带一丝尘世间的浮躁 直透人心 对不起 走口了吧 对不起 走口了吧